等紅燈左側這輛黑車 突然逆向一面而來 緊接又一台車停在正前方擋人 幾名男子下車一陣咬嗑 駕駛嚇死了 趕緊往前開 但下一秒 車子180度旋轉換個角度看 後方男子蹲下身朝車子開槍 甚至含有通過 開車 加速 從右邊衝撞 原來他們是一群便衣刑警 衝上來拿擊破氣 棍棒 打破黨洞孤嶺 還有人拿手槍對準他們 支援警力一直來 車上的弧姓女子 被要求蹲坐在車後方 但一搜 才發現警方搞了烏龍 身上多處紅腫 挫傷 陽性駕駛遭原警狠踹 在12號清晨 警方追查機場跨國毒品走私案 已經前後包抄這輛嫌犯叫車 但支援警力 卻誤認車輛 抓錯人 運輸毒品的工作 在法律上刑責是非常重的 諷刺的是13號辦破案記者會 12號凌晨卻是開錯槍 車門凹陷 玻璃也破了 警方共開三槍 被害人控訴 事件發生後 警方想以四萬元賠償了事 同仁有持續的來跟車駕駛的老闆 以及其當事人都有聯絡 目前是沒有得到一個共識 我們會持續的來聯繫 警方正式致歉 將持續和被害人談和解 但保護人民的警察卻拿槍 指著沒犯法的民眾 差一點還用了命 面對如此大的烏龍 被害人將尋求法律途徑 真公道 記者綜合報導